大家好,我在拉萨 这里是一个丁字路口 镜头方向的这条路是东西走向的 这边是金珠东路 然后这边是金珠中路 丁字路口这条南北走向的路是民族南路 在民族南路和金珠路的交叉口 这里是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 纪念碑的后面就是拉萨河 这座纪念碑就坐落在拉萨河的河边 我带大家过去看一下 我现在来到了纪念碑下面 这里面是金珠路内的 但是可以在外面拍照 这座纪念碑是1984年12月25日建造的 为了纪念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通车30周年 同时也为了铭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业绩 和巨大牺牲而建造的 挺漂亮的 周围摆满了鲜花 然后这边也有鲜花 纪念碑的后面就是拉萨河 我现在来到了纪念碑的后面 川藏公路冬自成都 始建于1950年4月 青藏公路北起西宁 动工于1950年6月 这两条路全长是4360多公里 1954年12月25号 同时通车到拉萨 在世界无几高寒缺氧的地方能修这样的公路 是非常厉害的 好 这个视频我就拍到这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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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